我妈妈永远记载那一天 就收到通知单嘛 然后呢 那一天其实就会变成我妈 我妈永远记载那一天 那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啦 就告诉我们说要去开会 但是很好笑 不告诉我们说要开什么会 然后呢去那边 那我妈 因为她不告诉你要开什么会 但是她里面有几句话 差不多一般申收 OK 那这很显然跟从前我们的认识不一样的 然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妈还不敢告诉我 因为我爸妈有一个习惯 我相信很多人爸妈都有一个习惯 自己可以改过来的事情 不去找 兄弟来生长 所以她不敢告诉我 然后知道开会之前前一天 那他们 两天前 他们呢 自己有努力 我爸爸自己有努力 我爸爸妈妈自己去 因为她跟政府要补 政府不给她 好吧 广命了对不对 不给她 然后呢 我爸爸呢 就跑到台湾市政府 然后找到她一个 打电话是 我们打电话去 要那个 那个 那个图给我 因为太远 啊 我们两个都会 骑机身 不是也会走路啊 所以我们 那个时候 已经她也是 八十多岁了 我也是 神区 我打电话去 叫 我 我 要那个图 你怎么拆到什么程度 不要拆到什么程度 他拆到什么程度 他拆到什么程度 他告诉我 你去网路看 叫我去装 装盒 什么 看啊 我说 我们 家没有电脑 我们也不会用电脑 所以他 叫他拿来给我 他不敢拿 好 然后后来呢 我爸爸是 他 还是他 我找到一个 没有啦 我是说找到一个 土木系的 学弟的时候 没有啊 不是说 你找到一个 土木系的学弟 的学弟 承办人员 那可能 我觉得 我是 因为曾经是 anyways 就我认识这样 然后呢 有个承办人员 当然也是承辣土木系的 ok 不知喔 穿不住就 不用了 好 然后呢 他终于就把土木系的 收到我家里 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就拿 哪个人这个 要拆的 那个 那个土 这一段的 就放在我的信箱 人家放箱 我后来才知道 我的箱 全部都拆光了 我就翻了 翻了 就寄给他 两天前 嗯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 进入这个window 然后呢 讲一下 他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 故事脉络了 所以呢 本来84年的时候 拆到我家厨房 然后呢 这个南铁东一样呢 刚开始 老实讲 他那个土也是不准的 刚开始的时候 是我们家庭面拆掉一半 最近他们重新来量测呢 就是我们家 感谢他们的恩寺 我们家有完整的庭院 但是整个建筑物是不见的 那 这就是南铁东一样 那但是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南铁东一样 不知道他的始末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像我们去开会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开会啊 就听他们怎么讲啊 啊我爸爸那时候 那时候呢 他就去开会 然后呢 铁东局就 当然其他老百姓也会质疑 就说 想要一定要 刷过来 想要当铁 庆庆就不用当铁啊 想要当铁 啊 想要不能 让 帮我闯啊 不要听 坐老百姓的处 啊 铁东局 第一个时间 台湾市政府 第一个时间 他基本上觉得 老百姓是彻底的白痴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不懂 火车会翻车 然后什么地形 地雾 反正弄一些专有名词 然后 就 他就想说 老百姓听不懂这些的 然后呢 就这样呼隆过去 然后呢 但是我爸是 土木专业的 他假等土木技师 我爸爸是 去修水库 盖水库的 所以呢 这些东西 完全糊弄不了他 我爸就起来跟他辩论 然后 我没有那个专业 但是我有一些逻辑 我只 也可以用逻辑 去跟他们辩论 然后呢 他们才知道说 好 好像这些老百姓 不是那么好骗 然后呢 我参加了一场之后 第二场我就参加 一样 就一直骗 一直骗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还以为说 应该就是这些下层的官员 那个 那个水准比较差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也很白痴 我们还有抱持一个信念 就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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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沿线其实是非常深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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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一次的会议上面 那是有史以来 所有的公文里面第一次出现南铁东尼 这四个字 南铁东尼 而且我查到那公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震撼 我先讲那个公文里面的内容 那公文里面的内容就是说 为了土地开发 好 建议把铁路搬到东面去 会比较有利于接下来的区段征收 以及土地开发 好 所以 建议 换路线 谁提的呢 台南市政府提的 好 那 提出来之后 铁工局 没有办法回应 那当然我的回应是说 技术应该不是问题 他们回去套图套套看 好 然后呢 隔了没有多久 铁工局回了一个文 给台南市政府说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配合 但是 因为东宇所产生的土地利益 请建于台铁局 就是台铁公司 因为亏损2000多亿 已经被监察院纠正了 所以 这个开发的土地利益 请适当的也要回馈给台铁 好 因为本来那个铁路的土地 是台铁的土地 不是铁道局 是台铁的土地 所以他把铁路搬过来 那个台铁土地 他们就可以 再去利用 再去开发干什么东西的 那个时候是台铁 他要转型 台铁你知道他这几年 一直在转型 要转型什么 土地开发公司 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很热络的时候 好 所以呢 就有这个工委 说要更改路线 就有人家这个建议 说要更改路线 然后呢 最让我 觉得震撼了一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震撼 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是 会议的主席 会议的主席叫做洪正宗 你们可能从台中来的 会知道这个人是谁 洪正宗何许能言 他是我干戈 他是从前 我们没有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我父亲在水利会工作 他的同事 然后那个洪正宗 那时候那个妈妈 我叫他干妈 然后我一天到晚在他家里面玩 洪正宗 我小时候 洪正宗带我去这个地方玩 带我去那个地方玩 有一次还把我丢到那个火车站 然后 老三 老三 就是他们兄弟 有一次把猫搭上去 我还 我还 那个迷路 然后凭着自己的智慧回家 这样子 所以呢 他非常非常亲的 跟我爸妈妈一起在大老教会 太明镜上教会的 跟他们几乎是每天 那个每个礼拜都见面 OK 然后呢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妈收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找南铁东西案的一些资料之后 我也曾经打电话给洪正宗 我描述一下那天的电话的状况 好几桶电话 那简单讲一下 一个洪正宗的劝我不要抗争 他说他认识民进党的人 他可以帮我去瞧一下好价格 那我说这个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谈钱了好吗 我是要知道事实真相 我是要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把一些真相理清楚之类的 然后洪正宗带我去闭闭 他骂我 他骂我一句话 还蛮经典的 你是要插正宗的 我说我没有 我只是想要理性真相 是什么的 我想要插正宗 OK 后来我找到这个东文 之后 我就打电话给洪正宗 我要跟他问说 为什么 他这件事情知道那么久 隐瞒我们家那么久 跟他有关系 OK 洪正宗给我的回忆是 我也没法到 一堆堆是很多人买 OK 大家听懂了吧 这堆堆是很多人买 OK 后来呢 这个家伙 我讲一下他的后续 那个 许天坦丢官了之后 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混个官 想当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是打了先进环保博士的名义 好吗 清流选择 好吗 然后呢 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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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到一个副市长 然后呢 后来 许天坦彪他了 他就回去找一个地方去交书 然后没有多久呢 这个林佳龙 又当选 他呢 就赶快跑去找林佳龙 林佳龙就给他一个什么 环保局长的角色嘛 是不是 然后用没几年就把他丢了 然后呢 就让他去成立一个好奇怪的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干什么呢 专门 帮政府背书的环保团体 台中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 很方便的一个团体 好吗 OK 好 洪森的故事讲了 我要讲的是 好像我的一生 很多事情都注定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 你知道 然后呢 我去查了这个东西 新建会呢 因为有人提议说要去南北东云 然后新建会呢 就 就 回函 给铁工局 说 他没有直接回应 说你们有道理 他真的超聪明的 他回了一个 里面讲了很多理由 OK 但是呢 其中最大段的理由 在谈钱 在谈 轨道建设 要用的钱 土地开发 能够取到的钱 然后呢 里面当然有提一些说 如果更换路线的话 是不是工期可以缩短 花的钱会变少 然后呢 古金可以保存 古金保存是一个假议题 好吗 因为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 那个 国定谷基了 好不好 八十九年的时候 就已经国定谷基了 所以九十六年 他们的那个案子 其实就已经有 古金保留 根本就不需要到九十八年的 南北东云案 Anyway 所以里面全部到假理由 但是呢 真理由写的最多了 里面就讲白了 以土地开发来补偿 轨道建设 OK 所以呢 这个案子 我就搞清楚了 基本上面 它就是 刷过来 土地腾空 年后 再开发 因为用 八十八 剪文位 剪文位 就腾空了 那后来我去接触 台湾好多案子 我发现到处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个样子 民營有空有地 不用 他們要保留起來 然後他們就硬要用小老百姓的土地 就這樣 所以才會引起他們多康律 那這個故事是繼續走 但是我沒有計劃書嘛 對不對 那整個過程裡面 田秋勤委員幫了我們被他們多的忙 所以我就從那邊挖了更多計劃書 然後就把那個縫隙 我那個 那個各個公文往返的那些不知道的東西 就全部 一個一個全部把它拼起來了 OK 那拼起來之後我嚇了一跳 如果沒有東移 跟東移比較起來 其實那個土地徵收大概就是 十幾倍 那個以針對 number 我已經記不住了 那拆卸的面積也是十幾倍這個range 到 但是呢 那既然這個勢針那麼明顯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就在都市計劃委員會裡面就跟他公訪啊 我們在都市計劃委員會裡面就是一再的去提這些我們取得的證據 OK 然後呢他們一再的不回應 然後呢一再的弄警察把我們拖出去 包括需要的是我們在2015年5月14號那一天也一樣被拖出去 那所以呢 都市計劃跑到內政部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 我們就開始打行政聽證辦法 因為其實我們政府開通政不只是為了南鐵東一樣 我們希望說藉由南鐵東一樣 翻轉台灣的武力對著政治 那要這樣翻轉必須要讓老百姓的聲音出來 要讓老百姓的聲音出來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平台 他跟政府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 然後這個時候呢透過老百姓如果我們老百姓給我們努力的話 我們就大概就可以去找很多資料 然後就告訴公眾證明說政府根本就亂搞了 我覺得這是基本上就是讓老百姓有平等的武器 可以去跟政府對話的一個平台 那他們就死都不要 還記得葉俊隆他當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這個會議 這個我們今天這個晚會結束之後 那個下次我們會在哪個地方 見面 是不是還能夠在這個地方談南鐵愛 所以呢我今天就多講一點 反正我們今天時間很多你知道嗎 我們一直到晚上六點好嗎 明天早上六點 所以我大概想細一點 但是呢我盡量講的就是 好有趣一點 雖然這個議題 嚴格來講 不應該說是那種有趣的事情 我 唉 然後呢我們收集到他們多的資料 每一次我們在說明會 在公平會上面 在審議會上面 我們沒有一次在道理上面把他們打趴的 沒有一次在道理上面不把他們打趴的 幾乎每一次老師都跟我們一起去 每一次我們不管大大小小的 就算是老師沒有出席 我們在地方上面的說明會 我們在道理上面也都是把他們打趴的 因為其實不是我們很厲害 是因為他們說謊說的太誇張 然後他們 你說一個謊很容易 但是你那麼多年要說那麼多謊 然後又很多公文 然後又來來往往 所以真的很容易被人家抓包 那我們 我必須要承認說 那時候我真的信心滿滿 我雖然每一次都被政府丟出去 但是我每一次都信心滿滿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策略 就是沒有問題 我行政程序我被你丟 但是同時證明你行政程序上面的瑕疵 你不跟我講道理 沒有問題 同時會議紀錄證明了 你根本就不理性 你證明了你行政程序根本就是假的 所以我信心滿滿 累積了這麼多年的資料 我就想說 最後我一定會在司法上面贏過他 因為我有證據啊 我有那麼多的證據 那麼多的公文 然後每次行政程序的會議紀錄 不如此的荒謬 好嗎 最後啦 我們在從前庭開始打的 都市計畫的行政訴訟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真是信心滿滿 我每一次開庭 都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因為每一次開庭 我們就是在修理政府 在法庭上面修理政府 這樣他說 你就拿出證據來啊 都不敢 好嗎 然後呢 第一次庭第二次庭都很爽快 法官好像也跟我們同仇地開 跟那個鐵道警察 你再不拿出證據來 這個舉證責任在裡面 我就判你輸了 鐵公局怎麼樣 一樣 不拿證據好嗎 皮皮啊 然後到最後起庭的時候 講話越來越誇張 徐老師有去規定 那一次怎麼說 他們主張說 第一個 你們法院沒有審理這個案子的權利 OK 因為我們這個是 法院怎麼做 判斷一定處之類的 法院沒有資格來審這個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更荒謬 他說 因為你們沒有農地 然後呢 都市計畫法裡面說 有農地才需要去考 要特別考量 這個徵收案的公益性必要性 所以呢 他用反邏輯說 因為你們沒有農地 所以我們進行的都市計畫審議 不需要去考量公益性必要性 他可以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他已經被打到 完全沒有道理了 所以他只能亂講好嗎 我們講這沿路上 實際事體全都亂講 這樣就贏 不好意思 政府就是有這個本書 OK 最後他們贏了 審判書我拿到的時候 這件事情發生了經典的五月 我看到了之後 改變了 重新改變我的人生 就是我對於社會之間的關係 我重新建議 建議 接下來我對這個社會 對台灣 我已經完完全全失去希望 但是我要重新 過我自己一個有希望的人生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有空再討論 我不會停止 做土地正義的事情 OK 那 但是那個態度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 南鐵東尼安 再每次呢 行政成績都被丟出去 對不對 沒有關係我們忍辱負重 我們就繼續跟他玩 因為我對於 後面那個司法 我有一個期待 但是他們不只是如此 他們接下來就是 利用輿論媒體 然後特別是台南的電台 大家記得 大家記得 大家一定知道記得 記得 記得 是 那個 六千條的 那個 市政顧問 然後呢 台南的重大建設的時候 很有趣 台南的重大建設的檢材 是 二千條 市民 常常共同檢材 他是一個市政顧問而已 他因為違反藥施法 因為他要告訴他說 他限當靈藥 可以製作好病 做好病 就被人家檢舉了 行政都很輕 所以他繼續當他的市政顧問 OK 市民 在電台上面 說 這些 南鐵 低空的老百姓 實在是 有夠的見證 我們 市政 民政黨 我們台南市政府 要送他們一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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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安安逸 給我們趕快把他的房子 退休 你知道嗎 我覺得民黨很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他對於任何 跟他對抗的人 或團體 他都弄一種選舉的規格 來對待 我們這幾年就是被他弄選舉的規格來對待 我們就是一個 他選舉的規格就是 你知道他鋪天蓋地的 貌黑尼亞 然後呢 讓整個社會仇恨你 OK 我們只是一般老百姓 我們不像是國民黨好嗎 我們也不是國民黨 所以他們有一陣子 他們扣我們國民黨的帽子 很好笑的是 這一陣子我不知道為什麼 扣我們是 政國會那一派的 就是那個 那個林佳龍那一派的 那個最近呢 有一些網路媒體 寫說我們是跟林佳龍 勾在一起在進行政治鬥爭 夠荒謬了 那裸詞上面是不是就變成 林佳龍是國民黨 是嗎 很荒謬 他們鬥爭對不對 有可能我不知道 那老實講 反正就是 他們很厲害的 然後荒謬又是會有人信 會有人信 那我去跟賴清德抗議 我有另外一個帽子 叫做五毛 所以那同樣的事情 他有怎麼樣的扣帽子 都發生往這邊的身上 那我覺得最可悲的事情是 沿線上面的居民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最後這幾戶 有99歲的 有89歲 有92歲的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沿線的居民 大部分就是他們這個年齡 好 那請講 沒有 我是想問說 其實您也這樣子 長了一塊十年 其實是真的不容易 是啊 對 所以這十年當中 你的那個 心路歷程嗎 對 好 我們先把主題講 我們來講心路歷程 我們今天可以講到六點 可是我們 我們明天還有抗議 所以 OK 好啦 所以可以先講 我們要聽 看有沒有其他麥克風給大家 請大家坐前面 另外一次麥克風在那個 後面那個地方 那我就很快講完南鐵東亞 因為他 他明天八點要去台北 上去 我要去東港 OK 好 所以我大概九點不下 我很快講完南鐵東亞 然後呢 那個 當然就是還有這些抹黑 對不對 然後 反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老百姓的殘害 就是 你知道三百多路投降 我們還是很 我其實也算是回答 那個蔣英元的問題 其實他們為什麽投降 他們也都知道這件事情 是不公不一的啊 那個 108年 2018年9月的時候 是完成土地徵收 那個時候 70%的老百姓 是被強制徵收的 也就是說 有70%的老百姓 304戶 里面有70% 只有200多戶 其實是反對他們這樣徵收的 OK 那從那個時候 2018年到現在9月 也沒有太久 那為什麼 在這一年多裡面會崩潰 大家會崩潰呢 其實他用的手法是這樣子 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不是用在我們身上 他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他呢 一方面 讓你覺得 人生沒有希望 你不管做什麽事情 都沒有用 你講的話再有理 沒有任何意義 清出去 OK 然後你在 希望有的人 希望他求得了人家的同情 也沒有用 有人要講道理 也沒有用 有的人 事實在那邊 跟他弄肢體 什麽樣子 也沒有用 也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都沒有用 你根本就沒有意義 你這個人 在這個案子裡面 是完全沒有意義 你甚至不被當作一個人 你不如你的房子 好嗎 人家看到只是這個土地 這個房子 人家沒有看到你 所以他們的討論 都沒有討論到人 他們都在討論到土地 建築物 那你 在那邊講老半天 他完全不 不把你的意義 當成什麽東西 所以呢 你會覺得自己 真的是一個人嗎 那 除此之外 他們又到處的抹黑 然後讓你的鄰居 甚至你的親戚朋友 痛恨你 覺得你是一個 覺得鄙視你 覺得你是一個人格有問題的 你是一個賤民 了解我意思嗎 別人覺得這些人 就是人格有問題 就是道德有問題 就是壞人 所以才會跟這個偉大的政府抗爭 所以他讓你 如果心裡不夠堅強的話 你會覺得 請問這樣 哇 我好像不應該這樣子做 我是一個奴隸 我不應該這樣做 他是用什麽 什麽方式威脅這個周邊 OK 從談到威脅 那就是這樣說 他們就說 你今天不同意 你今天同意也好 今天不同意也好 反正我都要強參與家 那你早點同意 我多給你一些補償 有的老百姓都覺得 阿卡正無妄 那還不如早點拿補償 這是第一種的 然後呢 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少自己務投降 那我跟你說 這很可怕的 這像瘟疫一樣 已經投降的老百姓 為了去justify自己的行為 他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會告訴別的老百姓說 欸 你們趕走行 你們如果說 你們趕簽 你們不趕簽 政府 以下兩個字 是加上去的 政府 掛簽 會來跳領導 你要說 政府跟 人家 一般講的是這個層次 已經投降的人 為了讓自己的行為有正當性 為了讓更多人跟他一樣投降 所以呢 他會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靈異之間 你就看 這部也投降 你就慌了 看起來 大家老百姓是正常 這樣還沒有那麼多人投降之前 他們也在玩這一招 政府就告訴你說 百分之多少同意 百分之多少同意 全部都是假的好嗎 那些那個時候放的術師是假的 但是老百姓沒有分辨能力 會誤以為真 然後自己都投降 然後自己投降之後 就會勸別人投降 很多都是這樣的狀況 那還有一些很骯髒的故事 我們不願意在這個地方講 OK 有那個人帶幾萬 那家人要把他賣掉 那些都有啦 碰到悲劇 有的人總是能夠聰明的獲益 台灣人真的很聰明 在這個面向 Anyway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那 黨到現在 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每一次幹 老實說我把這些金錢拿去賺錢 我可能賺很多錢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 這個理由很簡單 剛開始的時候是一種天真 覺得可以跟政府講道理 當到一定的程度 你發現政府沒有辦法講道理的時候 那就是為了一種 你想要伸張正義 就是為了一個正義 我做的事情已經對的 所以我要把它做到底 然後呢 其實還面臨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 就是 威脅利誘都在的 特別是對我們家去領導這個運動 這個威脅跟利誘是別的家庭的 更多倍 怎麼利誘你 怎麼利誘我 利誘我 他們大概很難說是怎麼樣利誘我 真是 曾經有些好 這個我先不要講了 然後呢 威脅呢 是 他會透過一些 所謂的你的朋友 然後呢 就跟你講說 欸 你知道嗎 算聊天 比如說我曾經遇過一個例子 這個我又想要FB所有跟他們講的關係 然後很久沒到見他朋友 他說 阿 你何必咧 你以社會基因 阿光滿的社會基因 阿你何必拿這個老百姓 這麼普通啊 這樣 阿你如果說這樣靠冷的 會死去什麼什麼 阿你 沒還熱嗎 OK 阿老實講 我覺得威脅利誘 然後 對我們現在的人而言 真是 沒有辦法產生作用 但是呢 每一次的抗爭 就是那個壓力會累積 然後你會看到旁邊的人說 所以 其實 會到一點的程度就說 阿你做這個人還是有什麼 阿其實 後來我跟結出來 其實為的是什麼 為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 當一個人的尊嚴 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是一個人 你應該要有人的 人格跟尊嚴 他不願意讓你當一個人 他不願意讓你當一個人 他不願意讓你有人格的尊嚴 你更要過得一個人 過得更像一個人 但是反過來看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社會有非常多的人 他們可能享受了一些物質生活 他們在他們作為裡面 他們可以獲得多大的利益 幹什麼巴巴住之類的 OK 但是他們活得不像人阿 他們在出賣他們的靈魂阿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對於自己 就有一種超越性 你知道吧 你會覺得你是 比他們更高級的人 至少你有比他們更高級的靈魂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當然越要去堅持 如何去做一個人嘛 那如果是做一個人 這就沒有什麼好說的阿 因為我要當人 我不要幫他走 那當人就應該有當人的作為 OK 那很自然就打到現在 因為他們不願意讓我當人 我一直想要當人 所以好像都沒得談 那講了很多的 那時間有限 我想接下來 那個有問題 我們再繼續討論 我們想請那個 徐老師跟我們奮鬥超多年的 徐老師 徐教授發表一件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好朋友 今天晚上我們能夠聚在這裡 然後來陪陳爸爸 陳爸爸還有志祥老師 還有他的家人 那我們一起守護家園 然後反抗這樣的一個 就是強拆 真的是看到很多好朋友 從台灣四處過來 其實內心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感謝大家 那這個案子 我其實參與了非常的久 我一直都陪著這個職就會的一個朋友 一直到現在 雖然是對於一開始就是 對大概一路走過來就是 因為我現在來 其實我的個性也蠻快的 可能跟志祥蠻相同的 我的個性大概也都是蠻堅持的 我在當兵的時候 其實我的長官 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每天晚上玩點名都跟我們講 就是當兵的時候講的 好像就像水一直滴到石頭 就把它滴到你的腦海裡面去 我還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我的那個長官每天晚上玩點名 就跟我們講 堅持就是勝利 奮鬥才能成功 所以我每次碰到一個心情比較沮喪 或者碰到逆境的時候 大概我長官的這句話就會浮現不然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性的一個理由 在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那感謝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聚在一起 雖然這是一個個案 但是它 如同是冰山上的一角 在這個冰山一角下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基盤 那今天 會產生這樣子 政府要來強拆 其中的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這個基盤出了問題 雖然它只是一個個案 但是各位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個案 我們大保管在事件的時候 往往是針對一個個案 針對一個個案之後 它下面會產生了很多制度 很多基盤 彼此都是聯繫在一起 那一個個案的不公不義 所以彰顯也是這個制度基盤的不公不義 所以今天大家在這一塊 陪著陳家 其實彰顯的是這個制度上的不公不義 那我們共同努力的 其實很重要 我們是要爭取 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 的人民 在憲法上 應該保障的基本的人權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爭的 是當為一個國民 應該要享有的基本的人權 我想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待 大家今天晚上會怎麼會聚在這裡 我覺得相對而言 就會比較有意義 我們在爭取的 不僅是陳家這個個案的 憲法所賦予的保障的基本人權 其實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個案 能夠來提升台灣基本人權的一個保障 這一點是非常關鍵 那其實我們憲法上已經明白跟我們講 財產權、生存權、工作權、應與保障 在憲法的第15條 那財產權是什麼呢 財產權從大法官市至第400號開始 大法官把它解釋為就是人格跟尊嚴 其實就是剛剛志曉老師 志曉老師剛剛談的他的心得 其實就是大法官第400號所講的 400號之後 709、732、742 一路下來大法官對於財產權的詮釋 都是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財產權不是只跟我們談錢 財產權涉及到的我們的人格跟我們的尊嚴 那最近的一個大法官的事件文 其實也再次強調 不過他用的是另外一個法律上的術語 叫做純序保障 這個我就不多說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爭取的 是我們人民在憲法 第二章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 那這是我想首先要跟大家報告的 但是我們這個基本人權 其實長期來不受到尊重 並沒有因為我們台灣解除戒嚴 而回護了台灣人民 中華民國的國民 就回護了我們憲法上所應該享有的一個權利 沒有 縱然已經解除戒嚴33年 我們還有很多的地方 在學術上的術語叫做路徑相依理論 我們仍然是維持在戒嚴的狀況 以我一個地政的研究工作者 我非常關心的就是都市計畫 市地重劃 土地徵收 還有都市更新 這大概是我非常關心的一個個體面 其中最為關鍵的大概就是都市計畫 各位朋友千萬不要小看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非常的重要 一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當中 往往很關鍵的就是一個都市計畫 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說 台灣的都市計畫 現在仍然在施行的 現在正在施行的都市計畫 主要是民國62年修正 我要跟各位報告 民國62年修正 也就是在戒嚴之前 民國76年我們解除戒嚴之後 其實我們的都市計畫法沒有改變 我們在民國63年制定的區域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其實也沒有改變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我們的公民權 我們的公民權 在我們的都市計畫裡面 完全都是被排除掉 區域計畫也完全被排除 都市計畫是規範都市的土地 佔台灣大概13%的一個國土 區域計畫規範的是非都市土地 佔台灣國土的面積比例是78% 所以78加13大概就是91 另外就是國家公園的土地 也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都市計畫 它的制定的過程 人民的聲音完全都是被排除的 不因為我們解除戒嚴而有所改變 也就是我們的都市計畫 還是非常的獨裁 我們的都市計畫很重要 因為它在決定我們所謂的公共利益 那我剛剛提到憲法第15條 憲法第的災難權應以保障 生存權工作權應以保障 什麼時候可以給予剝奪呢 什麼時候可以剝奪 在憲法23條 它的文字叫做增進公共利益 在增進公共利益的時候 對於人民在憲法上第二章所保障的權利 是可以給予剝奪的 因為財產權也應該 富有社會的義務 所以關鍵的就是 誰來決定 憲法23條 那四個字叫做公共利益 這個是最關鍵的課題 那戒嚴的時候 誰在控制 完全都是有權利的人 解除戒嚴之後 誰在詮釋所謂的公共利益 仍然一成不變 仍然是有權利的人 因為我們的法體系 完全沒有改變 這是我們大家 台灣社會 我們一直都忽視的一個重點 這就為什麼從北到南 四十島 一直在屏東 有那麼多的抗爭 其實都是跟都市計劃有關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市計劃 公民權 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入的 我們人民的聲音 是完全被排除 那我幫各位舉個例子 也就是誰來決定都市計劃的公共利益 就是都市計劃委員會 很關鍵 都市計劃委員會的人數 委員人數大概是十幾位到二十幾位 那以直轄市為例大概是二十幾位 可能是二十三位 一到中央大概是二十七位 那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的都委會 其中大概一半都是政府行政官員 你把總數除以二減0.5 就是我們政府的行政官員 這是第一大類 所以他只要再拉幾位 拉幾位就可以過半數 他只要再拉一位 就過半數 但是其實他也不用拉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學者專家 第二大類叫學者專家 學者專家是誰聘的 也是市長聘的 那第三類叫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大概是議長 副議長 或是商會的 或是建築師公會的 他們的一個代表 那第三類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誰聘的 也是市長聘 各位了解嗎 我們的都市計劃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制度 沒有規範在我們的都市計劃法裡面 他是另外用一個行政命令來規範 但是我們長期忽略了這一點 長期忽略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都市計劃是什麼呢 市長右手提計劃 右手自己提計劃 市長左手自己審 也就所有的公共利益 由我市長自己來決定 各位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都市計劃向來都是非常獨裁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的個案 包括這樣的個案 其實它是非常 為什麼我們敢講 它是不公不義的呢 因為就是在這樣的制度體系底下 它的公共利益被界定了 而這樣的公共利益 其實根本沒有把人民的聲音放到這裡面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要跟各位講 比如說我要跟各位講的 在美國的都市計劃委員會 它是向議會負責的 市長你可以提名 但是議會要通過 比如說我們最近不是有監察委員嗎 各位知道 特別注意到那個程序 總統提名之後 送立法院來審查 投票通過 才能夠擔任監察委員 對不對 這是一個權力的制衡 權力制衡的設計 在美國往往也都是有權力制衡的設計 你不能夠自己提名 然後自己提名委員 然後自己就來審查那些計畫 那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求援兼裁判 那有哪個案子不會過呢 台灣現在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其實我們的都委會委員 都是市長自己提名 然後呢 就過了 議會也根本就沒有審查 各位了解這意思嗎 一到中央是部長自己聘 所以這些委員是向誰負責 這些委員都是向市長負責 這些委員是向部長來負責 這些委員不是向人民來負責 所以我們的都市計畫裡面沒有人民 我們都市計畫裡面沒有人民 我們的土地徵收也一樣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一樣的設計 那個委員的成分大概也是如此 所以像我這樣的人 根本沒有機會去擔任那個委員 不管都委會或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我根本都沒有這個機會 沒有 沒有 完全 我一點機會也沒有 我不敢講 搞不好我連那個列黑名單的機會也沒有 OK 不過我也不在乎這個 也就是一個很關鍵的 要跟各位分享 以這樣的一個例子 彰顯出我們的制度基盤有問題 這個制度基盤最關鍵的就是在這個都市計畫 在這個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是完全由地方政府可以掌控 我另外再插一個嘴 一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至少要包括四個計畫 比如說台南這個也是一樣 鐵路東移 交通部 他提的 鐵道局提的叫做 新辦事業計畫 新辦事業計畫 然後呢 他必須經過環評環境保護計畫 主管機關叫做環保室 第三個很關鍵的 他一定要通過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就包括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都市計畫 或是非都市 或是區域計畫 或是國家公園計畫 看你土地會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很關鍵 我們的都市計畫的主管機關 在地方政府 在市政府 然後送中央再核定 最關鍵 所以 地方政府最主要的 擁有的權利 就是 都市計畫 所以這就為什麼 從民國 82年 84年 一直到98年 為什麼要拖這麼長 因為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他還喬不定 很多都是喬不定 因為利益的分配 沒有喬好 這個案子一直到最後 他喬出來的是中央負擔 總共總經費293億 中央負責87.5% 地方政府負責12.5% 但是中央負擔比較多啊 所以剛剛知曉老師有提的到 中央就要求 以後你土地開發 有獲利要回過來 挨注 我開發建設所需要的成本 對不對 那 土地開發 就全力掌握在哪邊 比如說最近看到台南戰區 那個開發案 那個掌握在地方政府 我要給你多少的樓層 我要給你多少的見避力 多少給你的融積力 我要把你化為什麼樣的區 其實這個權力都在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就掌握了都市計畫的 這個重要的一個權力 來跟中央來攤 那 興辦事業計畫 交通部 這是中央 對 然後呢 但是 地方政府擁有的 就是土地使用計畫 而且這個是法定計畫 我賴清德 我不點頭 你中央什麼副長都沒有用 了解這意思嗎 這一點很重要 比如說大家知道 現在台北仁愛路有個空軍總部 對不對 基本上量在那邊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中正紀念堂 後面不是華光設計 我們很多朋友 也都參加華光設計 那個黨差 華光設計 現在也是一片草地 也在亮在那邊 對不對 為什麼都亮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 還沒有談好 你如果了解內部 就是台北市政府 跟中央政府 那個權力要如何來分配 還沒有談好 因為都市計畫 掌握在我市政府的手裡 第四個法定計畫 叫做土地徵收計畫 所以一路走來 我要跟各位 新辦事業計畫 新辦事業計畫 黑箱 環境保護計畫 基本上 政府官員也是非常的多 人員也都是 有那個署長自己來聘任 各位懂嗎 他也沒有經過什麼議會的同意 縱然 他的政府行政官員 稍微少了一點 再來 都市計畫 再來 土地徵收計畫 一路下來 這幾個法定計畫 從剛開始 新辦事業計畫 是黑箱 一路下來 黑箱到底 一路下來 人民都被排除 這就是 我們現在的一個狀況 縱然解除戒嚴 已經33年 情況 一點都沒有改變 我要跟各位講 情況一點都沒有改變 那這個就是 我們所碰到的 這樣的制度性的一個基盤 也就是 人民在憲法上 應該保障的基本人權 其實我們是被剝奪的 也就是我們的 基本人權被剝奪 才會產生今天 家園也要被掠奪 好不好 人權被剝奪 家園被掠奪 這是我們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各位想想 從設置到 巴黎航空 台北港 桃園航空城 林口 A7 一直 新竹 台資園區 再來 二重埔 三重埔 再來 我們都到 苗栗大埔 一路下來 我們就談到台南 一路下來問題非常的多 其實都涉及到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這個制度性的基盤 我們很期待 本來很期待 民進黨主政之後 能夠修改 這個不公不義的制度 也就是在苗栗大埔事件之後 其實很多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跟我們站在一起 希望能夠修改土地徵收條例 好不好 那個時候我們的土地徵收條例 在101年有進行修正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的不滿意 那個時候是國民黨主政 是江一華擔任院長 那個時候 大家都說應該要改 那後來民進黨主政了 民進黨一主政之後 我們就 他們本來要修改土地徵收條例的這個聲音 就全部都沒了 就全部都沒了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他最近不是有修說 7月1日 如果是被土地徵收有問題的時候 它是人民可以直接就是 走行政司法程序 你不用再透過什麼 憲政的那個 對 那個 對這個也算是有 這個 蔣議員 對蔣議員剛提的可能是都市計畫 對 這個 這個是最近才修 這個有效嗎 但是 一個很遺憾 那都是事後在做 都是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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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說 法院好像也是要看計畫 假如你 你組長他這個公共利益的話 好像他也會被撤回 沒有錯 這就涉及到 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 也就是我們 因為 我們有 第742號大法官的 示線文 所以 因為我們意思說 都市計畫 以往 我們把都市計畫分成兩類 一個叫通盤檢討 一個叫個案變更 那我們之前大法官示至156號 我們說 通盤檢討 是 是行政命令 所以你不能夠去告 但是呢 只有 在 個案變更 都市計畫法26條 這個比較學術一點 那個就是所謂法規 那你就可以去告 我們故意大法官156號的時候 把它分成兩類 所以人民對都市計畫 根本沒有救濟的權能 那我請問一下 那像區域計畫法的15支 E條 有用嗎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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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很遺憾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地政學者 那 我都要很誠實的 所以這個法律 如果對人民有利的法律 其實跟憲法其實是一樣的 都被默示的 對 全部都被默示了 其實我們的法規裡面 所制定的 對人民其實都是非常 都不是對人民有利的 是不是因為都市計畫法 其實它是跟權跟利益先 沒有錯 講遠 就講 講得最關鍵了 其實我們主政者 向來都是透過都市計畫 因為大家可能也知道 土地的利益其實非常的龐大 那土地的利益 要如何讓它發揮到 非常的極大化 就要透過都市計畫 你把土地 規劃為農地 跟馬土地規劃成商業區 那個價格就差很多 你規劃了一條馬路要經過什麼地方 那一條馬路兩旁的地 相對而言 價格就會非常的高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市地重化 像他們就是 被市地重化的受害者 是 那為什麼 像那個林金年也是 原來西市地重化 為什麼 這個市地重化跟都市計畫 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 蔣議員也提到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低政界制定的很多法規 都會讓你們搞不清楚 我們低政界的法規 細如牛毛 讓你們大家都搞不清楚 這個我覺得是故意設計 因為大家都不懂 到最後只有我懂 法規裡面不會不會打打 那些都不知道 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在都市計畫 市地重化跟都市計畫是 也是much 我先都市計畫先把你劃定 什麼地方是一個市地重化區 你只要我都市計畫 我把你框住了 你就跑掉了 這是關鍵 那接下來 就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平均地球條例 它加上我們有市地重化相關的辦法 就跟著這麼走 但是最關鍵 還是在這個圓頭 都市計畫把你框成是一個重化區 那為什麼會框成一個重化區 其實都是黑箱作業 要跟各位講 我們一路黑箱 從興辦事業計畫黑箱 你看台南鐵路東移 這個興辦事業計畫 沒人搞得懂 一直到現在桃山工程 那個興辦事業計畫什麼 大家也都搞不懂 所以我們像交通部 鐵道局 以前叫鐵工局 在領定這個興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不對外講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很重要了 我們應該從興辦事業計畫 源頭開始 你交通部計畫 1510跟人民做報告 沒有 而是我們大概 一路下來都是不跟人民講 然後我們都用什麼理由 這都是專業 都是專家 結果這些專家都專門在害人家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很多地方 都對專家非常的痛恨 這些專家其實也不了解地方 也沒來過地方 但是他們在台北 二十幾個人 內政部 因為都市計畫是二級審議 地方政府過了之後 大概也都過了 但是形式上還是要經過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就是內政部 都委會在審議的時候 也是二十幾個人 他們是什麼 開玩笑 他們全台灣那麼大 他們每個地方都了解嗎 沒有的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透過土地 在控制台灣人民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我們都是透過土地 在控制 然後再拉攏地方上的派系 對吧 因為土地的利益太過於龐大 那我中央我也不用意 我用不著給地方任何的資源 我只透過都市計畫 或者區域計畫 我只透過圖上畫畫 牆上掛掛 我就可以創造出很多土地的一個利益 對不對 我把農地變成建地 變成商業區 住宅區 我只圖上畫畫 但是那個價格就會 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長期來 主政者都是透過這些 土地使用計畫 在拉攏地方的派系 那拉攏地方派系 其實這是政治上的一個目的 然後呢 也幫他們 賺保他們的荷包 然後跟選舉也有關係 蔣議員請 因為我對這個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服務案件 整個被 就是說 因為土地其實是 它的變更 其實是都會危害到一個正常的家園 一個每個人的家園 那我就實在不太知道 為什麼 我們這種很容易 把一塊農地把它變更回 加一筆金種工業用益 這個我就不太懂 為什麼那麼容易 可以說你們 好啊 這個 這個涉及到 大家應該都 反正我們時間多 對不對 那我們明天 六點 那我們明天 哈哈 我可能有幾個問題 就要我們 因為明天要抗議 好 OK 那我訓傳一下 抗議 整個問題 重點是說 你最後的利益是 給誰拿去啊 你假如是說 你都市計劃來 對 人 全部共享 如果證明沒有拿到的話 黑人 黑人不差 所以 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最後利益是 是怎麼分配 9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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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先回答我的問題 想要 賈禮秘你怎麼說 好 你有關你的處長幫我回答他嗎 這樣喔 好 這樣我就做處長 哈哈 哈哈 打掌就沒有 這是規定到區域計劃法 這是區域計劃法 其實這樣 還有一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那我們 非都市土地呢 總共有 十一種分區 十九種用地 那 那 在 在鄉村區裡面的土地 鄉村區裡面就是 甲種建築用地 那 在 在 可能工業區裡面的土地 就是 工業用地 就是叫做 丁種建築用地 那 在森林區裡面的 可以蓋房子的 可能就是叫做 丁種建築用地 是這樣子 不同的分區裡面 可以蓋房子的 我們把分成加一點點 這個工法不三分級 這個跟都市計劃法裡面 也有相關的嗎 這個是非區域計劃法 這個是非區域計劃法 所以你剛剛提到農地 這是區域計劃法的體現 那都市計劃法裡面 其實就是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所以他們的區域計劃法 跟都市計劃法 其實他們的利益的龐大 其實應該是相等的 相等的 相等的 所以權力也都是相等的 名稱不一樣 名稱不大一樣 名稱不大一樣 所以 其實 這個都是 權力都掌握在 市長、縣長的手裡 就是少數人在控制這樣的權力 這是一個 非常遺憾的一個地方 所以 來說 你說 市長掌握權力 對不對 掌握利益 所以問題 問題的重點是說 這個利益要怎麼互配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證明 可以掌握這些利益 到底他不應該掌握 那 其實 我們都 所以這重點是 你用打破 所以有 對 那 其實這也就涉及到 政治 那 這個政治裡面 其實我會 很關鍵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學者 針對剛剛老師提的 非常精闢的問題 已經有兩本書 專門在 回應 剛剛提這問題 一本叫做 《金權城市》 陳東升 叫做所寫的 另外一本 叫做 《誰統治台灣》 王振環 叫做所寫的 他們就是剛好 要回應 這個 剛好是提的 問題 那其實 我們有個理論 叫做 有兩個理論 一個叫成長積極理論 一個叫都市政權理論 其實它就是市政府 跟外面的財團 建商 還有這些開發商 還有 甚至包括媒體 媒體 其實大家知道 三立 其實它有建設公司 在南部其實是很大的 跟自由也有關係 其實媒體很大部分 跟土地開發也有關係 所以他們構成了 一個 開發的聯盟 那這個利益 大概就是這個聯盟裡面 這些成員 他們享有這樣的利益 但是很關鍵 我們應該讓這個計畫 都市計畫 應該要回歸到 我們人民能夠參與 我們的公民權 能夠表達我們的意見 重要的 這個都市計畫 真正能夠彰顯 我們憲法23條 所講的 那個公共利益 所以公共利益 是個字 它是個抽象詞彙 它是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法律上 大概都會用這幾個字 來解釋它 所以如何來界定公共利益呢 一定要經過嚴謹的正當行政程序 這是大法官第709號解釋文 特別強調 因為它在談都市更新 709號 一定要履行正當行政程序 而這個正當行政程序裡面很重要的 必須要真正的溝通協商 真正辯論 討論 對話 的一個機制 而且這是應該公平的 一個對話的機制 最後產生出來的一個共識 那才是我們所謂的公共利益 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這個709號解釋文裡面的內容 所以 根據這樣的個案 我要很清楚的 跟各位好朋友 跟你們分享 其實 在這個個案當中 以台南鐵路東於這個個案當中 它所謂的公共利益 其實是個偏差的公共利益 它是個不公不義 而絕對不是我們的公共利益 因為它沒有履行所謂的正當行政程序 所以 我的第一點 第一點 這個 以往在318學運的時候 我在立法院負責 外面負責演講的時間 大概是晚上2點到4點 好不好 所以我先預告一下 今天晚上2點到4點 時間保留給我 好不好 這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 我講完之後 我會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我要走了 先唱一下 不好意思 先唱一下 人太多了 沒有 人少的時候我才敢唱 沒有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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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我一唱完 你就馬上就拔腿就跑了 我還想 希望蔣議員能夠留久一點 不要 你不要抗議啊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就是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今天捍衛的 是一個人民的基本人權 人民 在憲法上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基盤 跟制度 我們解副戒嚴33年 但是 這個基盤 其實是偏差的基盤 好 那我們 很希望 我們 經過我們跟陳老師家人 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希望 能夠把這個基盤 把它調整好來 好 好 那讓未來的 所謂的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這個也是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好不好 能夠真正彰顯 所謂的 共共利益 好 不要再有這樣的 掠奪 土地的掠奪 還有強制的破千 產生了對人民 基本人權 嚴重的一個傷害 好 好 那我就 先講到這邊 預告 凌晨兩點到四點 希望你不要跑 那蔣醫院已經先講了 沒有辦法 剛剛我看到的這些人 沒有時間跟我講說你要走的 我們兩點到四點再見 謝謝 期待老師的歌聲 那個 你知道這幾年來 我有時候會被批評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家的抗爭 或者是南鐵的抗爭 為什麼不悲情一點 特別是我個人 他們覺得 我作為一個受害者 我不應該那麼兇 我應該要柔性一點 但是非常不好意思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家的特色 那個 講道理可能是一個 我很大的一個習慣 跟可能是一個人格的缺陷吧 好 那 因為等一下我們 接下來還有一些工作 要準備明天的檔拆 好 那 所以我想我們晚會 沒有辦法進行太久 那我最後請我媽媽 出來 一個 感謝各位 然後說一些 她這幾年的 一些想法 這個 南鐵運動的一些感想 做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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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你 感謝大家 從這九年來 很多朋友都幫我們 珍惜這個祈禮 然後我很感謝你們 謝謝 陳媽媽加油 因為 我那個時候的心情是 這個時候我跟 我跟從 從 從一點點的 慢慢把它 一樁一樁 就是兩個人 陣立起來 人的一樁 這是我們家人的 區別層 這是我的人 所以 我很重視 這一個房子 因為我想要 這個房子是想要 再再可以 住的房子 所以我們的心血 我們就發了我們醫生的力量 把這個 建立起來 現在政府都在 土地在幫我們 創造 這間房子 還要把我們拆掉 我實在是很 很重 這樣就好像我們的醫生是什麼 有時候指的就更白打進去 對啊 覺得什麼啊 謝謝大家同意 每個月就擦一下電 是這個每個月嗎 那是發音什麼 謝謝大家 今天還要一次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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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什麼 有什麼 他做下來 做得好 在國災法 繼續前往的 做得主 大家來把我們造資源 我們一時代不知道要怎麼幫你幫忙 謝謝 幫忙 我媽媽講這種好像比較不會講 但是罵政府好像比較會罵 那個有一個video我前幾天有放在網路上面 就是我媽媽一個人 那一天我們所有的居民 青壯民全部都被政府丟出去 場子裡面只剩下老人 然後還有假的居民來領便當的 他們講說那這樣的話應該就結束了嘛 我媽媽就跑去前面拿麥克風 就訓斥他們 然後那個video後來蠻多人看的 好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今天來這邊聲援的朋友 跟團體 好 那有非常多台灣土地政行動聯盟的朋友 好 包含那個0.0幼稚園的林靜雲院長 好 那他現在 自己一個人 然後 林院長 他跑到山走去 那個消失 那還有 那個 沒有他幫你監督警察 他幫我監督警察 好 那講話的是那個 台中 那個十方 反正收 一位子 那 除此之外還有那個屏東 就是 橫春老家 張偉琦 然後 還有 那個 風山鐵路地下化 陳媽媽 好 然後還有屏東 鐵路 那個 地下化 那個 就是 陳家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還想要介紹一個朋友 很重要 好 那個 是 谷錦張家 他也是 南鐵的居民 然後 他的 土地 他的土產 還有一口清淡的谷錦 是 我們第一波 受到強制拆除的人 的 遭到強制拆除的命運 我覺得 我很對不起他 我很對不起 張聰明跟張聰明先生 就是他的 算是 阿伯甘 阿伯甘公公 那 其實 我覺得張家很不容易 就是 他們 也是 一路上面 來 堅持 要不要講幾句話 我覺得 會長不要對我們 所謂抱歉 其實 這是 堂姐跟我先生 和我們一起決定的 我們 從頭到尾 一直都反對 所以 我們都不欠同義書 雖然他拆了我們的家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他們 你們做錯了 這不是正確的事情 拆完之後 我還跟他們要狀況 他說 要什麼狀況 我說 我要要回我們家 古井的狀況 然後他說 那個已經都毀掉了 然後我說 毀掉沒關係 可是地面下還有狀況 然後他說 那個我們已經當天把所有垃圾都往裡面塞了 所以沒辦法 然後我說 那你們到時候開挖 不是會挖出來嗎 那請你把狀況還給我們 那是我們家的 然後他說 沒有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句很奇怪的是 掉牆拆的前一天 他還特別 因為我們的古井是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裡面 外面那邊他放著讓他雜草重生 長了很多草跟樹木 他在強拆的前一天 他請人把樹木跟草都清乾淨的 小心的清乾淨的留下那半個古井 然後他用板膜把它細心的圍起來 上面還用板膜把它釘起來 就像在裝貨櫃一樣 他用木板把它完全釘得密實 然後我就問那個人說 那為什麼你們前一天要把它釘起來 然後他就苦笑說 我們是怕根格熱 我說 根格熱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之前就怕有人掉到精力 所以我有用木板的 那個不像是在怕根格熱 那個比較像在保護什麼東西 他居然是用把它釘 釘一個木箱子一樣把它釘起來 所以那天看到的新聞是鐵皮拉下來 其實那個古井是負在下面 所以我跟他說 我要那個古井的狀況 他不還我 他說沒有了都消失了都毀壞了 結果他們自己心虛 所以隔了兩天 他發公文到我們家說 拆除那天有留下一台電視 跟一個瓦斯桶 我就說 那個電視是訪客留下來壞掉 不要的 可是問題是瓦斯桶不是我們家的垃圾 我要的東西你不還我 結果你自己心虛隔兩天你才發公文說 有東西要還給我 你只是還給我垃圾 我想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搶台而結束吧 那 古井的事情 我們總有一天 我們公道還是要討回來的 那 也有文職工作者 一直在參與這件事情 我們到時候一定要想辦法留下一些記錄下來 那 張家是非常難能可貴 那個 特別提到一下那個 那個 張聰明先生 他就是之前有一個粉絲網 凡蘭鐵東銘粉絲網的那個頭像 各位現在已經不用去看那個粉絲網了 因為那個粉絲網現在已經是政府控制的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新聞都是透過我的臉書 還有土蒙的粉絲網發布 之前用的那個 南鐵東銘粉絲網已經被政府控制了 非常抱歉 那頭像他們沒有換 其實就是 我們八年多用的粉絲網 現在已經不屬於我們的了 但是頭像他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換 所以上面仍然是張聰明老師先生 張聰明老師先生他 得癌症過世的時候 他的床頭邊 仍然放了六法懸說 仍然放著 他從 因為他懂日文 一些日文的工程的資料 有關於鐵路地下畫的 他要過世之前的前刻 他還希望能夠跟政府講道理 其實老百姓要的不多 就是要能夠 希望政府能夠救你回應 但是他們 像不是如此 他們就是跟我們警察 他們都是那種警察來溝通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沿線雖然說那麼多老百姓投降 老實講 對於那一些 放棄 就是投降的老百姓 我沒有什麼 好怪罪的 但是對於那一些 出賣其他的 老百姓的人 我是 神克 生物痛絕 那些故事就不說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 沿線上面的一些居民 我們可以看得到 所謂台灣人的人格 仍然是可以保存在某些人的身上 那 那個 有一些團體我還沒有介紹 那包含那個 土蒙的朋友 都 還有別的嗎 那個屏東也介紹了 那當然 今天來深遠 還有之前 也去聖領士林王家 跟那個 大官社區的 朋友們 那 今天在這個地方 也有 從前大官的主持者 在這個地方 但是 他們不方便入境 那個 可能會有一些 狀況 那 那個 欸 還有 那個 從屏東來的 洪老師 那 還有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各位 那我想 因為等一下要準備那個 我們要討論一下那個 明天的黨猜的事情 因為這才是最 最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有那個媒體的話呢 可能就請你們先離開一下 非常感謝 那 我們的直播也先告一段落 OK 那 接下來 我請佐星 來主持 有關於 我們大家來討論 進行明天黨猜的行動 好 那直播就請先關掉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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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